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节目 今节就想跟大家继续跟进一下目前欧洲所面对的能源危机的问题,究竟它发展成什么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如果觉得我这节ok的都给个like,当是鼓励小弟啦! 还有最重要就是订阅我们《望向编辑部》《蒸香煲》和《晒冷气》 就是我们本频道最大的支持啦! 较早前,俄罗斯的驻欧盟代表齐若夫表示 欧盟已经几乎没有能力再进一步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啦! 欧盟对俄罗斯加强制裁的机会去到今时今日已经用尽了,没有牌可以打了 释放对俄罗斯市家的严重压力 只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去到今时今日根本没得打了 没有牌可以打了,耳车这个趋势也变得非常明显啦! 他说完之后也冷笑几声啦! 态度就是,完全看不起欧盟各国! 为什么呢?根据欧洲能源监管委员会主席 就这样说的,如果俄罗斯切断天然气,就可能没有足够的天然气满足整个欧陆的需求啦! 这样每个国家都可能需要实行这个能源配给! 但是,停电已经是无可避免,由于欧盟各国对俄罗斯实施的这个能源制裁 也都因为这样,导致俄罗斯是没有办法供应能源给欧洲各国的! 这个是他们欧盟自己做的决定,而且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而这个恶果很不幸啦!我们见得到,客观来说,是否制裁俄罗斯呢?是制裁的! 但是,影响有多大呢?反而,影响大的是这些欧盟的国家! 根据欧洲能源交易所,德国明年交付的基准电力价格已经上涨了4.5% 达到创纪录每兆雅时的446欧元 至于法国的合约价格也上涨了7.8% 达到每兆雅时622欧元 相当于一桶石油的发电量,成本大约1100美元 而伦敦的天然气在前日星期四也涨了3.1% 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年夏季整个欧洲都遭到热浪侵袭 增加了欧洲地区用电的需求 同时由于高温导致要使用大量的电力 但是冷却核电站和运输能源这些大宗商品的主要水道都很不幸富洁 正因为这样导致供应中短的风险进一步加剧 事实上核能时是需要用水来冷却的问题 在热浪侵袭期间水资源也紧绝 导致连水也没得用 至于水力发电就更加惨了 因为没有水,怎么能做到水力发电呢? 种种这些搭载的情况导致整个欧洲目前的能源供应 是紧张得非常不堪 可以算得上 自以次大战以来都从未遇过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们看看欧洲国家如何呢? 法国的情况就很惨了 因为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核电厂目前只能够停机维护 因为根本没办法运作下去 正常的情况下 过往法国是可以输出电力的 但是很不幸 今天就成为一个能源进口国 也都因为这样导致其他国家 需要燃烧更多的天然气 容易保障用电需求 更加更加惨的就是 法国当地的野火 山火 导致连法国总统的较早前马克龙 也都向欧洲其他国家要求帮忙 而法国他们自己本身也都部署了一万名的消防员 去撲灭这个山火 可以见到 有时真的都不知道是不是 天要惩罚欧洲 各样东西对欧洲来说 都是很不信 根据彭博的行业研究分析师 帕齐高就表示 欧洲目前处于历史低位的核电输出和水负低位 导致整个供应都极之短缺 只能够透过煤炭和天然气 这些可调度的资源来解决 但是在俄罗斯减少的情况下 亦都是增加了对天然气的需求 事情就发展成这样 过往他们答应过要注意环保 好看来 走到今时今日 恐怕就只能够成为空谈 为什么呢? 第一 他们制裁了俄罗斯 由于俄乌战争制裁了俄罗斯 再加上热浪侵 导致能源危机恶化 在德国来说 他们过往也可以算得上 最先倡导全球环保计划的国家 目前他们都要重新 将一些过往废弃的煤电厂重新运作 亦因为这样 很可能对压制气候变化过往所做出的努力 会不会一切就付诸东流呢? 事实上在6月的时候 德国政府就已经宣布 由于希望在冬季之前 大幅地增加 重开这些高污染的煤炭发电项目的使用 容易保护能源供应 但是俄罗斯 削减了天然气出口 就导致德国目前的能源 也是严重短缺的 而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 也不是唯一一个 国家是要重开这些煤电项目的 另外意大利 澳地利 荷兰 丹麦 等等 亦都商计 陆续重新 开回他们那些 煤电项目 过往他们呼吁叫大家不要用 走到今时今日 他们自己开了机 喂 究竟他们觉得那些环保 倡议 是不是现在要吃光了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又是要靠中国来推行这个环保的计划 恐怕 由于这个俄乌战争的持续下去 看来这个情况 就只能够 放在一边 大家不再说环保了 为了应付到目前那个电力紧绝的问题 就只能够 不说了 是不是 但是 现在 就很多人就很担心 你们一个 二个 食言 就将过往 环保的倡议 全部 抛诸老后 将那些 本身就关掉了机的煤电厂 全部重新开机 会不会 导致 全球的 气候变化 会 加剧呢 看来就是 恐怕 有这样的可能 我们看回 2021年 下半年以来 全球已经开始 逐渐走出新冠疫情 因为各国亦都相计解封 各行各业也开始复产 正因为 从2021年的下半年 对于能源的需求 亦是上升的 但是全球能源供应到目前 仍然 处于一个低谷 价格就大幅上涨 石油天然气 亦都暴涨 煤炭价格 亦都 跟着 上升 相比之下 反而煤炭那个 价格 仍然都是比 石油和天然气 便宜的 不过 好不幸 就是由于 这个 俄乌战争 西方国家 加上美国 对俄罗人员出口 实施制裁 俄国亦都采取反击措施 目前 俄罗斯 在世界上来说 是第3大的产油国 排在美国 和沙特之后 而在俄罗斯被制裁之前 俄罗斯每一天 就出口了 500万桶原油 其中 有250万桶 都是去了欧洲 但是这种 供应减少 亦都引致 这个通货膨胀 意大利 有40%的天然气 需求 是来自 俄罗斯供应 德国 就有三分一 法国 就有五分一的天然气 是由 和俄罗斯供应的 而奥地利 亦都是 占俄罗斯供应的天然气 是需要 80%的 很不幸 到今时今日 奥地利 亦都是伸受其害 根本就 缺乏了俄罗斯的供应 底下 就只能够 硬吃苦果 但是没办法 由于 欧盟国家 他们个个都是一体的 你不能够一个国家 就继续买俄罗斯 的石油 或者俄罗斯的 能源 而不去跟从 欧盟的政策 在这个情况下 这些国家 就只能够硬吃苦果 问题就是 为什么 欧洲各国 都还是 这么愿意 牺牲 自己 来制裁 俄罗斯 呢 有一样东西 他们现在 都还是处于 拉锯的 状态 第一 他们不想 和 俄罗斯 进行这个 的战争 不想 出现全面 开战 但同时 他又很期望 乌克兰 能够顶住俄罗斯 但问题就是 俄罗斯 本身 就是一个 能源出产 大国 一个能源 出产 大国 底下 他们没有这种 紧张的 情况 出现 但是欧洲各国 目前就已经 要承受 这个 能源 价格 暴障 甚至 供应 紧绝 苦果 现在就是看 究竟 欧洲的人民 能不能忍受得到 直至 俄乌战争 出现 转机 我自己看 现在就是 看看 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 一样 而我们可以 记得到 俄罗斯 在乌克兰 那个方式 就是 看来 慢慢打 根本就没有兴趣 要好像之前 那样 大规模 闪电式 来打 同时 我们也都 见得到 俄罗斯 也是有 这种意志 去对 乌克兰 进行 长期作战 再加上 美国 为首的 北约 他们也都 陆陆 续续 向 乌克兰 提供先进的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 俄乌战争仍然 处于一个 搞肉机的状态 大家的士兵 互相进入 这个战场上 成为 肉仗 很不幸 在这种情况 现在 究竟 谁长命一点 究竟 谁先忍不住呢 如果忍不住那边 就可以 才出现转机 但是 你欧洲各国 你是这么想 乌克兰 捏实 捏得赢的 我们见得到 欧盟各国 对 乌克兰的 支持 的而 确 不够 美国 和英国 那么 坚定 在这一点 其实 欧盟 的 那个考量 亦都非常大 他们是很怕 和俄罗斯 进行全面战争 但同时 亦不想俄罗斯 赢 所以 亦都因为 这导致 俄乌战争 到目前 仍是处于一个 很缓慢 进展的情况 好像是拉锯的状况 一日没有转机 欧洲 都是没有办法 能够解决到 这个能源问题 在这个情况 最惨最惨的就是 一般欧洲的人民 都是只能够 硬食 这个 能源短缺的问题 目前 现在仍在 8月中 8月中 就已经 能源 那么紧张 万一 去到 10月 11月 12月 冬天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办呢 唯一可能 可以期望的就是 气候变化 温室效应 导致那个 冬天的时候 就不要那么冬 不要那么冬 那就开少点暖气 唯一只能够期望 是这样 但是 目前 现在全球 气候反常 冬的可能 可以 非常之冬的 所以 各国目前 储定能源 储定一些 一些 物资 来到 预备在 冬天的情况 使用的时候 亦都是非常之合理 但是 各国都是 储定能源 亦都因为 导致那个 能源 加价 继续飙升 上去 在这个情况 有没有其他国家 可以帮到他们呢 其实 能不能够 继续跟俄罗斯 坐下 谈 有没有 扭转 那个 战争 那个 或者甚至乎 揽磨一下 这个 战争 这个问题 在我自己眼中 我看来 这些 根本 没什么可能 没什么可能发生的 大家都很想 他继续捏下去 那有什么办法呢 根据英国的 金融时报 亦都说 欧洲的衰退 看来已经是 无法避免的了 主要的原因 都是由于 电荒 不够电用 导致 绝大部分的生产 都没有办法 可以 能够 以100%的 能够 有效的 运作 目前 欧盟 亦都提出 希望各个国家 要自发提供 一些配级的 方针 例如 一些工业的厂商 每个 或者每个家庭 亦都要尝试一下 减少 这个用电 但是如果各个国家 那个减幅 达不到预期 恐怕 就会 很多个国家 陆陆续续进入 这个的 紧急状态 当进入紧急状态 就会 变成一些强制性的停电措施 恐怕 今年的冬天 整个欧洲 可能 会是一个 最冬的冬天 在这样的情况下 衰退 无法避免 各个欧洲国家 就只能够 硬食 这个苦果 是不是 好了 今节 我说到这为止 下节 再和大家分享 其他的话题 下节 再和大家分享